想要開八樓之五的新鄉 八樓之五 頂樓加蓋 對 頂加 是不是鐵皮屋就不知道了 準備開箱 怎麼那麼倒楣啊 好難幫幫忙 樓下的樓層走好了 我去五樓之六 五樓之六 準備開箱 給我錢... 準備開始 好 第一回合 總達的時間一分三十秒 各位親愛的尊貴的 愛吃愛喝的住戶們 注意到這裡的智慧新筆有十五萬 在這二十四個信箱裡面 我們準備出發 第一回合一式開箱 蔡主祕請出例 關於乾鮑魚 三頭鮑 與六頭鮑 合者的等級比較高 請搶答 來 王顯瑜 三頭鮑等級比較高 鮑魚就是看大小 然後好像是在一個容器裡面 或一個網子裡面 你能夠裝幾頭 然後三頭鮑因為它比較大 可以只能裝三頭 所以它的等級是比較高的 OK 接受 當然是 真的 好 要跟大家說 這幾頭鮑... 到底是怎麼來看的呢 其實它就是以一斤當中 裡頭可以裝幾個乾鮑魚 所以呢 如果是三頭鮑 它肯定裝得比六頭鮑 還要這個更大顆一點 所以當這個 這個三頭鮑它的等級 就會比六頭鮑還要再更高 就這麼簡單 一斤可以裝幾個 但並不是所有海裡的東西 是越大越好 並不一定 因為很多很大的魚 其實反而不好吃 對 對不對 對 愛吃的朋友都曉得 其實因為我做美食 做節目做美食快二十年 所以我們今天可以盡情分享 所以希望你們可以告訴我一些 好 我只好能夠吸收到 跟吃有關的美食資訊 我就整個髮喜充滿 髮喜 開心算什麼 好的 郭賢瑜 是 馬上準備脫平了 請選擇 我想要開八樓之五的新箱 八樓之五 頂樓加蓋 對 你加 是不是鐵皮屋就不知道了 準備開箱 怎麼倒楣啊 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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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李嘉明熟不熟 還可以 還可以 那就應該比較不會怨隊了吧 還好 還會告訴我不要太大金額 不會 還好 我們每個人提供的是 三千到一萬的帳單 對 跟朋友三個人去吃五星級飯店自助餐 五千一百一十八元 還行 還行 還好 好 伯伯 伯伯 自助餐你不覺得吃個兩盤就飽了嗎 不會啦 其實我還是吃蠻多盤的 喜歡吃的就一直吃 大家喜歡吃什麼 我喜歡吃那種現切的牛排啊 然後另外烤那個松葉蟹啊之類的 對 平常外面比較難吃到 利用這個機會 好 我來吃一下 我朋友去吃那個buffet啊 有生鵝啊 生蠔 一個人幹二十哥 哇 划算了呀 可是那晚上很難睡啊 一直在撞牆 不是 因為肚子痛 因為是在 在垂牆是不是 對 肚子好痛在垂牆 不應該這樣吃 就知道 但是划算 划算 肚子是會痛的 來 請坐下一題 邊炒是一種短時間 還是長時間炒是熟的 料理方式 請搶答案 何嘉文 短時間 邊炒耶 邊炒 你到底會不會做菜啊 那我可以改答案嗎 當然 長時間 不行啊 長時間 你可怕 因為快炒是短時間 所以邊炒應該是長時間 你已經講了答案就不行了 不能改了喔 對 這邊是以聽道為曰 那就是短時間 太容易受影響了 請揭曉 我們常常都會知道 乾邊四季豆嘛 所以其實邊炒這道菜 它就是長時間的 不斷地去慢炒它 然後把裡頭的水分 炒得比較乾一點 讓它能夠呈現一種 比較酥脆的口感喔 所以它就不太適合 一般的這種青葉啊 綠色蔬菜啊 而是像是四季豆啊 或者青椒啊 這些比較耐煮耐炒的食材 請出 加油 吐司豆 它的命名 源於某一位公主 還是流浪漢的名字 請上來 何佳文 毛起來小 毛起來錯 來 公主 公主 對啊 怎麼可能是流浪漢 對嗎 公主啦 公主啦 請揭曉 你知道吐司豆是誰發明的嗎 他其實呢 這個在1491年的時候 就被一個法國人給發明出來了 那個時候呢 這個年輕人他跟國王說 他要發明一台機器 這個機器呢 能夠做出黃金 但是呢很顯然 怎麼可能有機器 可以用麵粉做出黃金呢 所以當他把裡頭的東西呢 烤了然後跳出來之後呢 是一個吐司 它是一個看起來很金黃的 一個麵包 結果沒有想到呢 國王本來很生氣 要砍他的頭 但是呢他在這個 麵包上面 再放上了奶酪 盛給國王吃以後 國王覺得意外的好吃 所以呢就饒了他一命 而且呢 還把自己寵來的公主呢 就用這個東西來命名 取名叫做吐司 葛佳文 好 準備脫貧 好好想想 帳單在哪裡 來 我平直覺想要七樓之三 為妳開箱 拜託 給我錢拜託 兩千五 五 首先 走位脫貧的朋友 好 再出 再領 以前航海者會帶項龜上船的原因 是為了要祈禱風平浪靜 還是作為肉類補給 請搶答 李嘉明知道答案 我的答案是作為肉類的補給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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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去按好了 可以了 可以了 我現在要補充 不要按了 蕭鴻仁同學 大概在忙什麼 對啊 他說做肉類補給 蛤 蛤 那個時候在 蛤 你再來按什麼意思啊 我在做點水電的工作 沒有 他 沒有 他習慣當評審 他想按錯 錯 錯 覺得他錯了舉手 沒有啊 那 只有你一個啊 沒有 其他都認為對喔 沒有 但你剛剛要舉手啊 你是猜的還是知道 因為我 我是認為就是說 因為在船上其實航行時間都很久 常常半年一年沒辦法下船 那因為平常肉類不太好去保存 所以他透過帶項龜的這種動物來講 就是他可能也不需要吃太多的東西 那幹嘛不吃魚咧 那為什麼不帶牛肉咧 不是 人家就跟你說不好保存 不好保存喔 對 我在說為什麼不吃魚會 帶點冰塊啊 什麼蝦之類的 還是什麼的 那個時候人 船上都會有 那人到底有沒有來 暫時不要跟我們互動 誰要帶冰塊 誰都沒有冰塊啊 所以 作為肉類的補給 請揭曉 掌聲鼓勵 真的 好 再過去大航海時代以後 的確喔 你常常在這個船上啊 然後呢 常年都無法下船 所以呢 象龜就變成了他們眼中的活罐頭 因為呢 它的體型非常的巨大 照明一隻象龜喔 大概有肉量喔 可以達到250公斤 所以呢 你又不用太去餵食它 養它 所以呢 把它帶上船以後呢 就可以做很好的肉類補給 所以呢 在過去16到19世紀的時候啊 一旦他們經過了印度洋群島這邊呢 他們一次可能會帶一種 一千兩百多隻的象龜 都把它帶在船上 才能夠有源源不絕的舊品 可以來做補充 我們現在說的是象龜 象龜是大的 很大的 象龜它長這樣 我剛剛以為是那個公園的 這種小烏龜 對啊 那是 校紅人我們不要再互動了 你要不要先回去泡咖啡啊 李佳銘請選擇 我選擇 七樓之二 我隔壁啊 對 跟家文姐當鄰居 好 隔壁跟家文姐 隔壁跟家文姐 有錢 有錢 你覺得有錢 哇 一萬四千元 再出 再禮 不愧陽時 中藥會家的藥房 海飄銷 它其實是蟹殼還是烏賊骨 請搶答 我 喂 小烏人 快說話 蟹殼還是烏賊骨 蟹殼 蟹殼 怎麼會猜蟹殼啊 蛤 蛤蟆在田裡 蛤 怎麼猜蟹殼 我覺得海飄銷 感覺上聽起來就是那種 那種 頭髮科裡面的 它那個軟骨有沒有 我知道烏賊嘛 飄來飄去的 我覺得對不對 而且因為蟹殼 不是挺容易過敏的嗎 應該不太會加在藥裡頭 說得好 是不是 說得好 烏賊骨就是那一條透明的 中間那一根啊 像塑膠的東西 我也覺得是那個 會不會猜錯啦 來 請揭曉 我來 可惜了 你知道嗎 烏賊骨 因為它裡頭呢 富含了膠質 以及碳生鈣 所以它可以幫助我們 中和胃酸 降低胃液的酸性 所以其實呢 當你有胃潰瘍啊 或者是胃發炎啊 出息的時候呢 他們呢 在中藥的做法 就會呢 吃海飄銷 加入了白擠 另外一種植物 再出 下一題 長期低頭看手機 還是喜歡頸部按摩的人 容易會緊後 腫起一團後肉 叫做富貴包 請下拿 何佳玟 長期低頭看手機的人 容易腫起一團 一個後 對嗎 因為其實肌肉 它是要平衡的嘛 比如說 我一直低著頭 我後面的肌肉的 一直用力啊 一直用力 它就會 肌肉就會越來越大塊 就跟你有鍛鍊的地方 會越來越結實一樣 合力 合力 合力吧 邏輯很多 請揭曉 漂亮 漂亮 好 我們剛剛看到有一些人喔 他的這個頸部啊 會腫一大包喔 看起來呢 厚厚的這個肉 它其實呢 被大家俗稱叫做富貴包 那比如說你長時間 常常低頭看手機啊 你的脊椎 就會產生很大的壓力 那因此呢 也會容易在這個地方呢 造成脂肪的堆積 就容易會長厚肉 那還有喔 就是呢 當我們呢 如果有服用一些類固醇啊 或者呢 是有一些 荷爾蒙失調的狀況 也比較容易會有富貴包 而在中醫的觀點呢 也是說 如果呢 我們的陽氣功能減弱 這個時候呢 也比較容易會有一些 陰性的物質堆積 所以呢 會有富貴包產生 但總之呢 其實富貴包還是有一些方法 可以消除的 比如說你可以用呢 這個中醫的方式 推拿啊 針灸啊 那甚至呢 做一些喔 這個矯正的運動 比如說呢 你練你後背的這塊肌肉 它其實呢 就可以幫助我們 讓富貴包別小 請選擇 我往樓下的樓層走好了喔 我去五樓之六 五樓之六 好 準備開箱 給我錢 給我錢 哇 哎呀 哇 欸 我還在關心Hunter 你就幫他負責嗎 真的啊 唉唷 謝謝 他最近刮了什麼 你去玩攀岩喔 對 室內攀岩 那也合理啊 對 練那麼大隻的人 抓力也強嗎 不一定吧 強 但是體重重 所以沒有優勢 沒有優勢 OK 對 你們肌肉太重了 他去買攀岩的鞋子 那合理啊 四千七百六十元 對 好不好 我還不夠付呢 我 你什麼話 我猜兩千五百塊是吧 王顯瑜一個人付的 有什麼意思 不要Q我 不要Q我 好 我幫他付 當然找人陪啊 對不對 合理啊 我陪他 請出 下一題 阿里山奮起湖 他的湖 其實是高山 還是盆地的意思 請搶答 你是可以被鼓勵的 是我嗎 說了說就來了 是你啊 來 請回答 盆地 去過奮起湖 去過沒有 沒去過 但朋友有去過 小紅人 帶他到那邊吃便當 在那邊度蜜月 真的啊 那麼辣嗎 怎麼還沒結啊 結了 結了 沒有度過蜜月 是嗎 來 盆地 請揭曉 非常好 好 奮起湖 他雖然海拔高度非常高 一千四百多公尺 但是呢 但他的這個三面環山 所以呢 他就是一個呢 非常高的一個盆地 看起來就像是一個 本機的形狀 所以呢 奮起湖這幾個字呢 他其實是台語的 本機的意思啦 那在這個呢 盆地呢 台語的發音呢 其實就是湖仔的意思喔 所以呢 他才會因此得名 準備脫皮 六樓之四 六樓之四 準備看一下 哇 吸血 你現在就變第二名了 三了七秒 來 解除下一題 在中國古代 會被稱之為 無常公子的 是龍蝦還是螃蟹 請搶答 答案是 我的答案是 螃蟹 螃蟹 請這首 蟑螂嘛 漂亮 好 古時候的人呢 他們以為螃蟹沒有腸子 所以稱之為無常公子喔 但是呢 如果是現在的話 我們揭開了蟹殼 可以看到正中間呢 有一坨黑色的龍脊物 其實這個地方就是他的腸 來 幾選擇 好 我選七樓之五 怎麼可能 障礙下面是障礙嗎 對 對不對 周明 我們曾經有障礙一棟樓 你知道嗎 他們很賊喔 準備開箱 恭喜兩千一秒 最後三十一秒 大概就四題了 各位親愛的朋友 請出下一題 酪梨秘密由來為 適合搭配牛奶食用 還是果肉的口感像乳酪 請搶答 準備脫皮 我要誰 我想應該是 口感像乳酪 因為我記得 酪梨有那種 好像是什麼森林 還是什麼草原上的奶油 之類這樣的稱號 可能故因此得名 請揭曉 好 好 你知道嗎 酪梨最早的起雲呢 是最近一萬五千多年以前 在蜜乳的時候 就已經被發現了 那它因此可以得名叫做酪梨 是因為它的外型 長得很像梨子 但是呢 它的果肉吃起來 又很像乳酪 那其實呢 在中大陸啊 會稱之為牛油果 也是因為喔 它的那裡頭的果肉啊 就很像牛油 牛油呢 又等於是黃油 也就等於是奶油 所以呢 因此叫做酪梨 也叫做牛油果 那還有另外一個名稱 叫做厄梨 因為呢 它的這個外表表皮呢 看起來比較粗糙 有點像鱷魚的皮 所以呢 才會稱之為惡例 黃建瑜準備脫皮 來 如果 如果帳單附近不會有帳單的話 那 那麼我們就去五樓之五 五樓之五 五樓之五啊 我這是帳單附到帕羅 天啊 準備開箱 哎呀 三千元 到底還是附的喔 對 對 還是附的 好 沒關係 請出下禮 福人大學和更新專科學校 何者是之屬於羅馬教廷 請搶答 李嘉明好快手腳 來 我的答案是福人大學 應該是吧 請接腳 漂亮 因為我是福人大學畢業的 對不對 這個要確定答對 才敢講這句話 因為怕到時候 講自己是校友 結果答錯就丟臉了 你知道嗎 福人大學 它其實是只屬於羅馬教廷 教育部 所以它跟我們台灣的 外交部是同等的 因此只要住教廷的大使 在這個回到台灣之後呢 都可以拿到 福人大學的榮譽博士 請選擇 我選擇六樓之三 目前是一馬當先 對 開箱囉 再加七千 十八秒 算是最後兩題了 各位親愛的朋友 請 出題 香港小吃 丸仔吃 它是用米粉 還是冬粉 模仿了魚翅羹的口感 請搶答 好的 我猜米粉 比我螃蟹那題還 他根本沒有認真看題目對不對 三生 三生 沒有啦 可惜 因為 因為炒米粉 已經炒得乾一點 遠看還真的很像魚翅羹 還真像 請揭曉 到香港必吃丸仔吃 這丸仔吃啊 它的羹湯呢 是用澱粉先煮製濃稠 然後加入生抽跟老抽去調色 裡頭還有冬菇絲跟雞肉絲 非常的美味可口 那特別是呢 裡面啊 會用冬粉去模擬魚翅 這樣的一個口感 要吃的時候呢 可以在一個人的口味 加入麻油啊 浙江醋啊 白胡椒啊 跟辣油喔 去調味 真的是非常的鮮美的可口 可惜了 來 最後一題 請出題 防曬乳上面的防護指標 PA 它的加號越多 代表防曬力越高 還是防曬的時常越長 請搶答 小紅人準備脫皮 防曬力越高 PA會不會可以接幾個加 四個 三個 一個 到兩個 三個 三個吧 到三個 一個 到兩個 到三個 到三個 小紅人 妳應該去演喜劇 我覺得妳滿好笑的 我會不會有閃神啊 是加號嗎 對啊 人家是萬加號耶 不是PA 是PA++++ 但有可能 防曬力越高 請揭曉 當然是時間嘛 對啦 原來那個加是時間 好 在防曬乳上面我們可以看到 SPF跟PA SPF是幫我們防曬紅跟曬傷 那PA則是要防曬黑 或者是讓妳曬老會出皺紋 那PA後面通通通通 通常會有這個加號 就是它可以防曬時長 更延長的時間 如果它的加號是一個的話 就代表它可以防曬的這個 曬的時長可以增加二到四倍 兩個加號是四到八倍 三個加號是八倍以上 四個加號就非常厲害了 它的防曬時間 時長可以拖到十六倍以上 第一回合結束 來報告大家的得分成績 李嘉銘兩萬一千元 王顯瑜幹得好 付得兩千一百一十八 漂亮 你知道吧 沒關係 我陪你 謝謝 何嘉銘付得兩千兩百六十 對啊 我都頂 比你慘啊 我還比較好 小紅人 你四位啊 你是你還第四名 我最不喜歡沒輸沒贏 許欣七千元 Hunter兩千元 領先的兩個是七千的許欣 還有李嘉銘的兩萬一 掌聲鼓勵 掌聲鼓勵 全新賽事帶你一起長知識 用你的智慧接受財富大樓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全新目的快點來訂閱